各位小財神今天都還好嗎? 今天寶可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2021年最新的優惠 你們看畫面就知道 這是我們的JU卡 JU卡的話其實它是 12月7號台北富邦銀行 它所上市的一張新的卡片 那J卡跟JU卡到底又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我們趕快往下看吧 看一下我們這邊 今天的重點整理呢就是 到底什麼是JU卡? 跟J卡有沒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會跟你講解 第二個是3%的這個點數回饋 有沒有很厲害 那大家都知道說3%5%回饋越高越好 但是這個數字到底有沒有差異? 用不同的卡片下去刷 差在哪裡? 今天會有一個表格跟大家分享 那最後的話也是我們很精華的重點啦 就是上半年 高回饋的信用卡推薦呢 目前我就現有的市場資訊 整理出了3組很不錯的卡片 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請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到最後 好不好 那我們進入我們第一個主題 到底JU卡跟J卡到底有沒有什麼差? 那我直接講結論 這個結論很簡單 就是他們是一樣的 他們 我覺得台北富辦銀行他蠻聰明的 他就是做了一個所謂的家族系列卡 比如說J卡 那再來就是JU卡 他以後可能還有什麼 J什麼什麼卡之類的 但是呢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就是在2021年的上半年 只要是回饋Line Points點數的信用卡 他都是可以拿到3%點數回饋無上限 這也是我為什麼在這支影片的標題 把它列為2021年的新神卡 因為其他的信用卡目前都還沒有公告 或者是說有公告的可能也沒有到3%這麼高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還在尋找2021年很好用的卡片 這張卡片也許是你目前的首選 那現在12月初嘛 有機會的話先辦卡 那你至少可以撐半年 好那到底有沒有其他銀行要跟進 然後給出更厲害的回饋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這樣子 好啦我們繼續往下 這根 其實就像我講的 他其實是同樣的卡別 只是說那兩張有原住民族風味的這個卡面呢 他們是有特別去找一個畫家來畫的 那他的回饋呢 其實跟J卡是大同小異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J卡 之前看過影片 看過我在lightJ上面的 李了才知道的影片介紹 那麼你其實應該都不陌生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是他們官方粉絲頁 我下載下來的一張圖片 這是他們新的上市記者會 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熱鬧 所以這張卡片的確是非常的火紅 在最近這段時間 那J卡有沒有什麼上市優惠呢 其實是有的 那他們官方打出來的優惠 有兩大優惠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是持有這張新的JU卡的部分 你只要刷2萬他就送你300 這300元的Klook折價券 你可以去兌換全戰商品 他說特殊品項他有一些排除 那限量前1萬名而且需要登錄 活動是12月15號開始 那我錄影片的時間是12月7號8號 所以你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可以申請卡片 新戶申請大概7個工作天可以下來 救護的部分呢馬上就合卡了 可能最快大概3天左右 就可以收到新的卡面囉 他沒有限制說你只能夠選擇一種卡面 所以你可以申請兩次 然後兩次都是不同的卡面 你就可以全部都收集到了 這是大家可以參考的 那再來的話呢 有另外一個是做公益的部分喔 這張卡片跟JU卡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用這張卡片所做的刷卡呢 他的千分之一 每年上限給1萬塊錢 他是會捐助給原住民社福團體 所以如果你想要高回饋 又想要做公益做善事累積福報的部分 這張卡片真的蠻適合的 那比如說你刷1萬塊錢 然後他就是回饋多少 10塊錢給這個相關的單位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不用額外捐錢 時間到他就是幫你就是 提拨一定比例捐贈出去 這個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如果你有J卡 但是你不想換卡的部分 我會非常的建議你就是 盡量把它換成這張卡片來刷 因為你刷越多 銀行要為你付出去的成本就越高了 所以我覺得既然人家都推出這個優惠了 那你為什麼就是不換來用呢 這個是我個人認為非常不錯 因為他提拨0.1% 對 積少成多俱殺成塔 有機會的話呢 讓銀行為這個社會多付出一點 有何不可能 那再來的話 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3%點數回饋真的很厲害嗎 我們現在趕快來算給你看 那 其實這個新的資料一上線之後 我就有寫文章分享 有興趣的 可以看一下我下面寫的這個文章的部分 有比較完整的文字 你可以就是閱讀 那你如果是喜歡看影片的 沒關係這個影片我也幫你做成圖表了 好我們來往下看 這邊呢 有小寶小可小夢三個人 那他們的年刷卡額分別是20萬 50萬跟200萬 那小可因為是有跟女朋友兩個人 所以說就是 一個小家庭 大概可以刷到50 差不多 那如果你是一個大家庭 像小夢他家裡面就有六七個家人了 那他一年可以刷200萬 這倒是 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有三個不同的集聚來做示範 來第一個 小寶的話 一個人一年刷20萬 一個月大概刷1萬多 跟一般人差不多 那他使用的是 2%的現金回饋卡 20萬的2%大概就是4000元的回饋 但是他如果換成這一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那20萬 20萬乘以3%就是6000 所以他中間的回饋差額大概就差了2000塊 你只是單純的換一張卡片 居然就差了2000塊 那小可的部分呢 就像是一個 一般的小自家庭 結婚但是可能還沒有小孩的 那他的一年的支出大概是接近50萬左右 那小可使用的是紅利點數卡 紅利點數卡大概30元1點 所以你50萬除以30 大概就是16666點的紅利點數 那麼如果他是1000點紅利點數兌換100元的話 大概就是除以10嘛 所以他的現金回饋大概是1666元而已啦 所以刷了50萬 居然回饋率只有1點 就是多少 刷50萬拿回來1666元 回饋率大概低於1% 大概只有0.3% 非常的差 但是如果他換成這一張卡片的話呢 50萬的3%就是15萬 講錯了1.5萬 1.5萬點的line points點數 跟這個1666元的回饋比起來大概差了快10倍 所以他這個差距就差了13334元 差蠻多的 那如果你是大家庭的部分呢 200萬的部分你刷下去 你用里程卡 比如說20元1里的部分 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200萬除以20大概就是10萬里 那我們也知道說現在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不太能夠飛出國 所以你有了10幾萬點的點數在身邊 其實他是有可能過期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大家就必須要去斟酌 就是你使用里程卡你要繳年費 然後你的里數可能在時間之內會到期 這個部分的話呢 都是大家需要去衡量的 假如這個小夢他們一家人呢 全部改換成J points卡 他到底可以拿到多少呢 好我們這邊再回來看 他拿到的是200萬的3% 就是6萬點的line points點數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的里程10萬里 大概價值多少 現金價值 現在如果以亞洲萬里通0.3 那個我們的華航是0.4 或是成容0.4來算的話 10萬里的價格了不起 也就是3萬到4萬之間的價值 但是呢如果你用的是J points卡 他可以來到6萬 所以說怎麼樣怎麼算 都其實是比現在的里程卡還要划算的 重點是他也是免年費啊 綁在這個LinePay裡面呢 那他就是終身免年費 所以這張卡片你如果有年費問題的話 請你不用擔心 因為只要有綁上去有刷 都一定是免年費的 好那回饋差距就是差到2萬 所以就是刷越多差越多 所以這點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回饋無上限這個重點呢 其實也是這個很多的信用卡 做不到的 那台北富邦J卡 雖然說我常常稱他為小氣銀行 但是他在這張卡片的回饋 基本上已經做到了就是 非常的強悍的程度 對3%點數回饋無上限 就算是刷100萬有3萬點 刷1000萬有30萬點 這個是銀行就是這個 賠到脫固子也要給消費者權益 這個是很值得鼓勵的 因為非常的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已經講過結論了 就是刷卡額越高 你的點數越多 這剛剛解釋過了 如果你用JU卡來做公益 好嗎 這個你該不該換卡 我簡單計算給你看 你都沒有就是額外的去做捐款這個動作 但是你只是把你的刷卡灌進去 JU卡而已 平常的消費灌進去 你就可以產生一些額外的這個刷卡回饋 然後銀行會幫你做這個捐贈 這是很好的 來小寶小可小夢三個人 一樣二十萬五十萬兩百萬為 舉例喔 如果你是刷J卡或JU卡的話 就是一樣可以拿到 六千點 一萬五千點 跟六萬點的回饋喔 但是 如果你用的是JU卡 它有幫你提列百分之零點一做工業 做公益 二十萬的零點一就是兩百 五十萬的零點一是五百 那兩百萬的零點一是兩千 哇這個錢呢 你只是單純換一張卡而已 銀行就幫你捐出去了 那我們 這個J卡它的 它的這個所謂的卡友的部分 他們之前有發信用稿說 已經有百萬卡友了嘛 那平均一張卡 每個月的消費大概三到五千 你這樣子算下來的部分 其實 它真的可以為這個原住民的這個公益團體捐贈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 不花你任何一毛錢 你只是換一張卡來使用 就可以拿到這個回饋 所以 我個人會非常的建議你 你的主力是J卡的朋友 請你趕快換成JU卡來使用 那如果你的主力是其他銀行的信用卡 但是你有想要拿到3%回饋的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跟團上車 來換JU卡來使用 那現在的重點就是 跟團到底有沒有什麼優惠呢 本團是有MGM活動的 其實我在上個月就有舉辦了 因為 官方有活動我就會舉辦 我個人的MGM活動邀請大家來參加 你跟不跟團其實我沒有差 因為 基本上我就是做身體健康做開心的 然後 有多的回饋呢 我就一定舉辦活動回饋大家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對 那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 所謂的糾團雙主餐的活動 我在下面有這個連結 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完整的活動資訊 跟這個所謂的活動規則 活動到年底 目前大概還有3個禮拜 你有興趣的話就非常歡迎你跟團 重點是 不論是新救護其實都可以上車 那我先來講一下就是我們這個新護的部分 我們其實不同的MGM有不同的玩法 那這一次的玩法很簡單 就是你如果是這一卡的新護跟團上車 我就先送你一杯咖啡了 那你回報之後呢 我會請正獎小天使來把這個相關的資料確認過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就會主動把咖啡送到你的這個全家會員帳號 也就是你的手機號碼裡面 除此之外呢 我們不分清救護呢 我們要來一個奈米頭的活動 那奈米頭這個產品的話 其實也是台北富邦銀行的產品 這個是投資型的產品 最主要就是說 每個月可以扣100美金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投資到全世界的ETF裡面 這個我之前有做過影片介紹 也是蠻精彩的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製作 也歡迎大家就是看看我們的影片 然後來理解一下什麼是奈米頭 然後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規則很簡單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要來送iPhone 12 mini 那活動是11月18號到12月31號 你只要就是有台北富邦銀行的戶頭 那麼你使用奈米頭來投資100美金 扣款成功的截圖回來回報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參加抽獎活動 如果你是J卡新戶 你可以享有三次抽獎資格 如果你是救護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已經有J卡了 或者是你已經有在使用這個奈米頭的服務 你只要截圖來回報 就符合資格 好我們就大家一起抽 那我們的規則就是 新戶200人 舊戶300人 好所以舊戶的話不要覺得沒事做 也非常歡迎你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新戶200有沒有很困難呢 其實如果這個卡片的優惠夠好 我覺得大家是願意上車的 那很多人其實還在觀望啦 所以現在J圈活動是你只要跟團上車 我可以一個新戶拿到300點的9 points點數 所以300乘以200是多少 是6萬 那我就可以提拨一定的比例的金額 然後來辦活動 像這個12迷你應該是2萬出頭嘛 就是哪一些出來這樣子 那當然每一個新戶的咖啡也是成本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稍微經過計算之後所推出來的活動 也非常歡迎大家就是跟團上車 不跟團也沒差 這完全不勉強 但是呢這個卡片真的很強 所以還是推薦大家就是趕快跟團上車 跟寶可夢的團絕對不會吃虧 那最後的話呢要跟大家講一下 2021年上半年的高回饋信用卡推薦 那這邊呢就有一些就是獨家的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當然目前第一推的就是我們現在的JU卡 JU卡就是你可以3%回饋無上限 除此之外還可以做公益 那做公益的部分的話呢 每一個人的賬號回饋上限是1萬元 所以回推就是要刷多少刷1000萬 也沒多少人可以就是一年可以刷到1000萬 所以我覺得台北附放銀行這個門檻都算 設的還算蠻合理蠻高的 所以不會有那種就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情形 所以你自己本身的刷卡回饋主力 都是在這張卡片的請你換成JU卡 或者是還在觀望的朋友你可以上車了 就是申辦這張卡片來使用 38回饋無上限非常足夠了 一年200萬可以拿到6萬點的回饋 很好了 都可以換一支新手機了 那第二個要推薦的這個卡組是大戶家族信用卡 你會發現我為什麼會把這兩張卡片擺在一起呢 這當然是我們的內部消息了 大戶卡呢在2021年開始 它會跟其他的產品做結合成為家族系列卡 而且他的回饋率的部分 匯率有調整 就是5%指定通路的部分多了很多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去拭目以待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海外消費的部分 請你一定要搭配必備卡的部分 他們會把這個權益稍微做一個明確的分割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海外高回饋的朋友 也別忘了一定要入手必備卡 再來買美金的時候也有讓分嘛 讓三分最高 除此之外刷卡最高有9%回饋 那麼你跟大戶的往來越多 你可以拿到的回饋就越高 所以這個部分除了大大的等級跟大戶的等級之外 說不定還有最新的一個第三高的等級出來也不一定 但是目前這個都還在規劃中 請大家就是拭目以待 現在呢大戶卡的跟團上策呢 輸入CTOPIA這個指定代碼 還可以抽這個我們的這個香水組 這個保格力香水組 那也在這邊跟大家預告一下 12月24號的直播呢 我的頻道會邀請一個大咖來 然後我們有準備很多的活動要來送大家 也請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 一定要來 這個就不用開戶也不用辦卡了 你就是只要來分享我們的那個指定貼文 在粉絲頁的貼文你就有機會把大戶的香水組 五組帶回去好不好 我們的一旦也是集聚式啊 就是越多人來分享了我們就是要送的東西就越多 請大家一定要一起來參加活動 如果你是很喜歡大戶相關贈品的朋友 請你務必要把握機會來參加活動 那第三張是哪一張呢 第三張是花期現金回饋卡 那其實他新戶的部分最高10% 甚至你有這個貴賓理財戶資格的部分呢 還可以再加碼到最高16% 不好意思 這個最高16%的部分呢 其實你有機會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的文章 我有放這個連結 你可以多多了解 那這部分呢 其實也是很榮幸啊 就是跟花期有合作 所以我們也要送iPhone iPhone這個12 Pro 512G 官方送一支寶可夢送一支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因為這都是我用我的影響力 特別去跟銀行爭取來的 所以你們除了基本的刷5000 1000點LinePose幾點元素 新戶使用行動支付還有10%之外呢 還有加碼的iPhone可以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一定要大家多多把握機會的 這也是2021年上半年 非常推薦的這個三組 目前都很優惠的卡片 那當然大戶家族的信用卡 這都是獨家的消息 因為他們先跟我講 但是呢 官方的消息還沒有出來 那想要知道大戶最新的消息 也別忘了鎖定寶可夢頻道 我這邊最新的消息 一定會立馬跟你們講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很開心 就是這支影片 然後我也穿的就是比較正式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好看的 所以這個也是經過高人指點 高人指點之後呢 就是這個服裝可以稍微有點改變 那以後上節目啊什麼的 就是可以穿的這樣子正式一點 然後讓大家就是 覺得寶可夢感覺上就是 有點專業度這樣子 這是還不錯的 所以呢 除了我們的外在要改變之外呢 我們自己的信用卡呢 好 歲末年初也該換一換了 今天推薦了三組很厲害的卡片 也希望就是對大家有所幫助啦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 也請你趕快來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現在的頻道成長非常的遲緩 希望大家多多幫忙 把這個好的資訊分享出去 然後讓本團的勢力更加壯大 我才能夠就是用我的影響力 來幫大家要更多的好康好不好 這是一定會做的事情 但也需要大家互相彼此幫忙 不要看一看就沒事就跑掉了 請你就是按讚留言分享 趕快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來知道說 2021年下半年有這三張卡片很不錯 可以開始來勝辦了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一定要分享出去喔 然後放到LINE 或者是放到FB上面 都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